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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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特别爱怼人 其实我最善良了 我老帮助选手 我慢慢聊 别急 别急 这姑娘很有意思 什么叫资客 资客就是相当于是迎宾的一种 就是带领客人入位 是这样啊 就有点像引导台一样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为什么那么能喝酒呢 你又不需要陪他们喝酒 你怎么那么能喝呢 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主要是我爸就能喝 你爸能喝 因为我家以前是开饭店的 我家开了26年饭店 那你在你们家饭店做资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那个 我不是高中就用了一年半 我就完成学业了吗 完成学业以后 我是跟学校商量的挂的学籍 然后那个高考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说 你回来递交一下资料 要高考 你是天才啊 然后我就去递交资料 然后就考 那你那一年半干嘛去了 一开始是在那个KTV 然后因为离我家近 然后就选择了就是 资客这个行业 因为简单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KTV工作呢 你有好大把工作可以锻炼自己啊 因为我爱玩 各种嗨 各种嗨 对 怎么嗨 就是 教教你叔叔啊 怎么嗨 就是 你喝酒的时候你就会 不由自主的你就嗨起来了呀 所以是你的性格相对于 还比较感性 是吧 有理性的一面没有 有吧 在工作当中 我不会把我生活中 从某些状态去带到我的工作中 那我们就说上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八月份来的北京 家人知识吗 我爸 我爸一开始不知道 不知道 我来 其实我来了北京只是 就是 来玩 然后 就是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北京这个城市 这么多人向往 嗯 然后我就决定 就面试一份工作 啊 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 做电话销售 嗯 电销的这个业绩怎么样啊 因为我们其中有18天是在那个 N部是培训的 然后培训的时候我成交了一单 然后下部门也就 你的城市排名怎么样吧 跟大家同事比起来怎么办 就是中等 中等 对 你怎么来到非你莫属 是一个那个就是经纪人 然后给我打电话 啊 然后说那个 你不是离职了吗 非你莫属账 不是有那个求职节目吗 啊 我们先上去尝试一下 那老问题问一下 你了解这些企业吗 像 斯凯勒是做户外的 斯凯勒 对 因为我 运动这方面 所以说这个户外 我稍稍看了一下 还有呢 然后就是那个银朗 啊 银朗 是干什么的 就是 就是文化传媒这一块 什么策划了 执行了这些 还有哪一家 德胜 你面试什么工作啊 呃 人事助理跟行政助理 啊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五千家 你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是马瑞的企业吗 嗯 对 为什么 就是喜欢 哦 因为喜欢老板 所以要去他的企业 不 那你去干什么呢 什么都能干呀 马瑞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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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 你的人身安全我负责 我练过房老鼠 马瑞注意哦 体育生 不是 是这样子 马瑞以后就别 回过很少不好意思的 因为你太主动了 好 是这样子啊 我是觉得首先 你两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你的工作履历来讲 你的四段工作经历 你最多的只干了六个月 最少的是干了两个月 以及其实你今天的个性啊 说实话 你要应聘人事专员 跟行政助理 真的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这么多的企业家 公司的需求 肖娜 你喜欢马瑞 能不能说一下 你喜欢他的什么 因为你只是说 喜欢他 这是一个论点 那到底是什么呢 是就是感觉 还是有一 二 三 只要是他就喜欢 但是你说 今天录的关系 是要改的